那至於第二個 當你 我們一定是這樣嘛 當你這個病有機會開到的時候 我們當時癌症的細胞 我們當時奮不顧身 希望能夠拿掉就直接拿掉 你才在第二期 第三期 萬一我今天幫你使用這種療法 你失敗了 結果第四期 就完蛋啦 不是每個人第四期都可以這麼好運嘛 可是為什麼會漏尿呢 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 攝護線就在那個膀胱 跟在尿章的旁邊嘛 所以拿掉之後不只是尿的問題 有時候還會性功能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首先恭喜我們林維勇醫師出書了 跟大家介紹我出的一本新書 叫健康新奇典 那一般而言 大家對心臟都覺得很默忍 又覺得它是很嚴重 對它不是很了解 介紹的這一本新書 是跟大家講一下常見的疾病 還有治療 還有檢查 那另外的這一本書 其實它可以破解一些迷失 在我之前臨床上 很多病人都會問說 心臟科醫師說 我是不是這個高血要要吃了 是不是要吃一輩子啊 我吃了是不是會傷腎啊 其實都有一些錯誤的一些觀念 所以用這一本書來告訴大家 恭喜恭喜 謝謝 那基本上我們心臟科醫師 對我們的這個病人 有一些評估的一些標準 打一些分數 尤其我本身是做心導管的 所以對冠狀多脈 會幫病人打這個分數 病人如果他心腳痛 或是冠心症的話 我們幫病人做這個心導管 然後我們做完血管攝影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 評估他的那個血管的阻塞的一個標準 那一般而言 以這個70%的阻塞為這個標準 Top point 這個70%是誰訂的 應該還是健保局令的 那基本上 70%以上的話 我們需要做這個支架的這個置入 或者是 健保局定 可是你們可以判定他是70 80嗎 可以 可以嗎 其實的話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如果他不到50%的話 我們基本上都跟病人講說 那其實並不是那麼大的意義 睡院則上可以再觀察就好 可是最困難的就是他50-69% 上次我有一個病人 他做起來他是60% 那我就說 依照標準 我可能沒有辦法幫你做這個 冠狀多脈介入的處理 防支架 那病人回診之後 他一直問我 這60%會不會變65% 會不會變70% 那每次回來的時候 都跟我講 我這次冠狀多脈 我覺得有點兇悶 會不會是0到70% 反而他的這個 冠狀多脈本來就有問題 反而他就延伸出另外一個新病 其實我們在這個灰色地帶的標準 我們都會有一個 其他輔助的一個量測的一個標準 像是這個血流儲備指數 那其實我們在做新導管的時候 我們會放一個壓力導線 在這個冠狀動脈裡面 然後這個病灶的地方 去量測這個近端跟遠端的一個 血液的壓力的曲線 然後來做一個分數的一個計算 然後如果他定於0.75的話 就是其實還是可以做支架的 除了這個分數是來評估病人 他不需要做支架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一個分數來評斷 就是病人原則上 他的冠狀動脈有阻塞的話 我們有一個Synthesco 就是我們講的是 冠狀動脈的一個評估標準分數 那這個分數其實如果 他是根據冠狀動脈阻塞 他的位置 他的病灶的一個嚴重程度 來做一個給他一個分數的計算 那計算分數如果超過35分的話 所以我們都會勸病人說 那你就不要做新導管 直接做冠狀動脈繞道 所以這個分數的評估的標準在於 決定病人要做心導管治療 還是做冠狀動脈的一個繞道手術 有沒有人覺得說他適時的 他就自費去弄了 對 如果他低於50%以下 我們都會跟病人講 其實在臨床上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所以我會反而叫病人不要花這個錢 如果我原則上 如果病人他其實看病人的症狀 如果他 他寧床症狀非常典型 而且他是高危險出群 那原則上他是落在這個50到69%的 評估標準之內 自費就可以 對啊 我可能會跟病人說 考慮說你要不要用自費的方式 對啊 因為有時候你量起來可能40 50 可是他心就是悶悶的 他就說我 應該有這種病人嘛對不對 對 有有有 對啊 所以要病人他會一直覺得說 很害怕這樣 這個要解釋一下 就是說在醫學上不是說 你有錢來要求我們醫生要做什麼 就一定可以做 有時候不是我們願不願意幫你做的問題 因為每個醫院我們的規定 除了健保局的規定之外 還有醫院的那些 醫院中一個team 一個科就是一個team 比如說你做一個比較特殊的 方式的時候有沒有 每個月我們都要拿出來看 你到底有沒有符合標準 你如果這個病人是不符合健保的標準 但是他同時有合併其他的症狀 你去做這些事情可能OK 可是如果說單純只是 比如說像瓜哥你講的 我40 我的主菜40 我又完全沒有症狀 我只是怕我有一天會變70 我先犯好不好 這可能在醫院是不被運 不能不能不能 一直在覺得 凶好悶 但是另外一回事 可能你有合併有症狀嗎 我說說你只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怕觀眾朋友說 反正我想做什麼 比如說我覺得我的關節 好像有點痛痛的 我要換關節 這不是整形 不是整形 對不對 不然你想怎樣就怎樣 不行啊 有人就說 我的胸真的每天 就是真的很不舒服 涼 可是又是真的沒有到 但他就已經每天 日子過不下 就是真的 他就氣 就真的呼不到 但涼又偏偏 又不到那個標準 那這個 這個真的 我覺得最痛苦是在 這一般會叫你去看精神科 那就是有一種焦慮 有啊 有可能 有焦慮症 那有沒有碰到很會哀的人 我就是很悶 你 你有碰過嗎 有 當然有啊 這悶者很多 據統計 三分之二來看精神科 並且大部分都有心 一方面的問題 但是因為很大 精神科 所以我就說 我就說你可能也有一點點 那如果 像我覺得我最近有一點那個 心力不整 就比方說 心跳是 就很規律 我是會突然這樣 不錯啊 滿好聽的 碰碰碰碰 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心臟有問題啊 基本上跟平常的你的 日常生活的壓力還是有關係 那大部分呢 只要我看到他是年輕人 然後 又是一些上班族 都覺得 八成沒有疾病 都是心理方面的問題 其實三高 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 很多人都是在所謂的 灰色地帶 就是剛剛講要用藥 或者是不用藥的地帶 那一般我們會觀察 三到六個月的時間 那當然會請你三到六個時間 患者請你做什麼 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去控制好你的問題 那假設你三到六個月當中 回來復驗之後沒有改善 而且是你有積極的介入 那還是在看到一個趨勢 你是在推步的 那我們醫生基本上就可以認定 你應該要使用藥物 那必須跟大家講說其實 糖尿病或者是三高的藥物來講 基本上是使用下去的話 基本上會建議不要自行斷藥 因為他只能控制 不能夠痊癮 我這邊就有一個案例 他是40歲的男生 他本身很早 因為家裡面爸爸媽媽都有糖尿病 而且甚至媽媽在洗腎 所以他自己對這個很警覺 那他40歲那一年 他得到糖尿病的時候 他就來看我們 那一開始的時候血糖很高 糖化指數正常人是四到六 那他自己糖化指數將近是九 那藉由半年的飲食跟運動控制 他降下來正常了 我也跟他說 你可以開始認真的來運動 可是他卻忘記了 詢問醫生 有沒有可以停藥的情形 就他就在他認真的運動之後 自動停藥 對 然後就運動 連續運動一個月 很認真 早上運動兩個小時 晚上運動兩個小時 去健身房 很認真喔 過頭了 過頭了 他想說要把自己的 這個三高的問題 全部解決 可是沒想到 他在運動 健身房的時候 突然 被趕快送來 醫院的急診 被診斷是 那急診醫師就問他說 你怎麼會 突然得到心肌梗塞 他是說他停藥 停一個月 然後很認真的運動 後來趕快去做心導管 發現他血管裡面 因為以前的三高的問題 造成他血管的管閉 有80%的狹窄 所以事實上 他糖尿病高血壓 跟膽固醇的問題 只能控制 他不吃藥之後 馬上這些問題 會浮現 所以這是非常 嚴重的情形 我再補充一個 糖尿病的案例 有一天就是有一個 年輕的大學生 然後就是被同學 扛過來急診室 他是昏迷的狀態 然後人看起來很乾 然後嘴巴就是 吐氣的話 有那種爛掉的 蘋果的味道 然後我們就趕快 給他驗一個血糖 就是血糖肌 就嗅害 害就是大概 差不多600以上的血糖 都驗不出來了 那結果就趕快幫他治療 趕快給他灌水 打胰島素 然後他就是一個 糖尿病 銅酸血症 然後合併敗血症 後來他比較醒過來 就問他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他說其實大學入學 健康檢查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那個尿液側 是有血糖很高 尿糖很高 所以他就去找那個醫生 結果醫生就說 你這個是第一行 要直接打胰島素 然後結果 他就想要找另外一個醫生 他知道說 糖尿病好像有兩種 一個是打胰島素 一個是吃藥 我為什麼不能吃藥 所以他又換了另外一個醫生 結果他在等另外一個醫生排隊的時候 旁邊就是那個洗腎的病患 那洗腎病患 大部分他們的糖尿病 都是用打胰島素的 他就覺得 我不要病的那樣子 所以他就覺得 不要不要 他就 你看我現在活得好好的 我都可以呼吸 我也可以去上學校的任何的課 體育課都沒有關係 就像這樣拖 拖到變成要送到家戶病房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如果不好好再繼續控制糖尿病 其實糖尿病就是我們台灣 可以補充一下 我們剛剛討論出來說 那洗腎第一名 一年花了487億在那邊 第三名的是糖尿病 花了267億 我說第一名事實上是糖尿病 那麼一半的洗腎病人 也是他們糖尿病的病發症 他們沒有聯繫 對 包括他們新導管一大堆病人 也是其實 台灣的糖尿病 一個疾病衍生的那些視網膜病變 台灣每七分鐘就 切掉一隻腳 因為那個叫糖尿病足 台灣全忙最大的原因 也是糖尿病 對 所以其實台灣 就是一個糖尿病 花掉好多好多的錢 新國病 對 所以不要怪腎臟 可以試試 他們新陳代謝 這是真的 台灣有兩百萬個糖尿病病患 如果說我剛剛講的 那個大概有30到40% 會走到要洗腎 未來 如果你們要好好控制 我們現在才8萬人在洗腎 200萬給他乘以30到40% 是60萬到80萬人要洗腎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